为什么你让一个人跟你说话呢? 把我去哪里,我会把他拿来 我感谢,先生 所以,再次,我必须 我会把他们哄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紧张时刻 2022年11月27日下午4点30分左右 并苏里州德克萨斯县休斯顿市 一名警员接到报警电话 目击者声称 其刚刚看到一名烂醉如铃的男子 开车来到加油站的便利店 怀疑其醉酒驾驶 乔丹警员迅速驾车前往案发地进行调查 这辆灰色的马兹达轿车 便是涉嫌酒驾男子的车辆 此时正停在便利店门前 我们看到 这位便是涉嫌酒驾的男子 警员简单地和收银员说明情况后 将男子拉至一边 对其进行进一步询问 警员在和男子的交谈过程中 发现男子说话结巴 并且双眼冲血 有泪 身上散发着阵阵浓重的酒味 因此 警员基本确认男子饮酒的事实 但是该名男子却竭力对此进行否认 由于男子始终否认自己酒后驾车 因此警员需要进一步调查取证 确定男子刚刚驾车的事实 才能够以酒后驾车的罪名将其逮捕 在此调查期间 警员决定先将男子拘留在警车内 我没有做到什么 你搬到你的车子里喝酒 然后我来回来 我没有搬到你的车子 先生,你显然是犯罪了 没有,我不是 是的,你是的 你好 是的,你 谢谢 我带你 我带你带来给我 你又不是在乘客 现在你被捕捉 为什么我被捕捉 我什么 我不是在乘客 我带你带你去那车子 或者我带你去捕捉 我带你去那车子 先生,你带你带你去那车子 带你去那车子 我带你去那车子 好,我带你去那车子 我带你去那车子 我带你去那车子 好 好,我带你去那车子 好 我们看到 虽然男子始终否认自己酒驾 而且说话的节奏和语态 呈现出最久的状态 但其并未和警员发生任何冲突 还是非常配合的遵从警员的指令 坐进了警车内 很快,另一名支援警员也赶到了现场 我们看到 此时两名男子驾驶两辆汽车也赶到了现场 这两名男子正是加油站的拥有者 而画面左侧的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案发休斯顿市的市长沃克 而画面右侧是沃克加油站的合伙人福斯特 此时的市长非但没有配合警员 第一时间提供加油站监控录像 从而坐实一起酒驾按键 反而是直接对警员说道 我的监控是私人的 不是给你们看的 一旁的合伙人福斯特 此时直接张口就是对警员开骂 各种口吐芬芳 警员在商店内再次耐心的 向市长沃克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沃克在听完后和一旁的合伙人 还是不约嗷同的拒绝了 向警员提供监控录像 我会不会做到这些称联监 这些称联监这些称联监 我不是跟人们看着 或任何的那样 你坐在这边 过来一天 15分钟看着我的 我不是看着你 我看着你 他甚至是让你做这件事 我看着你 人们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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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个酒店 和个酒店 在这些书里 不是不错 哎呀,这位福斯特合伙人在咨询店内员工发现他并没有报警后,直接开启了暴走模式, 怼着警员的面部各种肆无忌惮的咒骂,音量高到博主的扬声器也是数次破音呢。 市长沃克也并未对合伙人的行为进行任何干预,并再次对警员表示希望其立即离开。 ,快点来吧! ,快点来吧! ,我来的事件来的,我来的事件,要来的事情! ,你不想要不要,是我来的! ,是我来的! ,你不想要找你,快点来! ,我来的事件,要来的事件 ,你能不能再抓自己的车? ,我去到车里面了! ,我去车里面了! ,我来的事件,很败了! ,我来的事件,不想要去车里面了! will you listen to me for a few seconds so I can get this done Again we're gonna take care of that later on down the road that's okay now listen to me hey listen to me bud what here's the situation 不知道是不是男子一直在替警员打抱不平 警员当场表示直接将该名男子放行 理由是没有证据证明他刚刚驾车了 你不要再问骨骤 好家伙直到此时男子还在为警员打抱不平 声称你让我去帮你摆平 我要把他揍得连他妈都不认识 警员也是再次表示这份好意他心领了 随后让男子自行步行回家 并告诫其不要再次驾车 否则将安酒驾将其逮捕 最终此次事件警员没有开出任何罚单 也没有任何人被传唤 然而就在该段执法纪录仪在网上公开后 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快密苏里州烟草和酒精管理局介入调查 认为市长沃克存在违规行为 随后密苏里州休斯顿施议会发表声明 我们对市长和他的合伙人 在此次事件中的行为非常关注 我们相信我们社区的所有成员 包括政府官员都必须行为正直 并且尊重法律 任何人包括政府官员都不能够阻碍执法工作 这些行为削弱了公众对警察的信任 并损害了执法人员的专业精神 市议会还表示 市议会绝不能容忍任何违反法律 或有损市长办公室名誉的行为 与此同时我们会继续敦促市长和他的合伙人 充分配合调查 并坚持公职人员应有的最高行为标准 警察局长布莱德不久也发表声明 这一不幸的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乔丹警员在面对这一挑战性的情境时 表现出了极大的专业精神和克制 我要为他的行为点赞 而很多网友则表示 看着市长和他那位合伙人 在和警员交涉的过程中 反应如此激烈 恐怕这背后还另有引擎 此次并非他们进行首次交涉 还有民众调侃道 我们还要给那位涉嫌酒驾的男子点个赞 人家虽然喝了不少酒 但在回答警员问题的时候 可是小心翼翼 丝毫没有承认任何违法行为 但是全程却配合警员的调查 没有进行任何反抗 而当其在警车内 目睹有人冲警员大喊大叫后 立即为警员打抱不平 说要替警员出口恶气 这其中不乏幽默和直爽 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此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